大家好 339努務合夥人Stanley 在香港現在說 勞工是軟權 怎樣補充勞工 甚至輸入愛勞 白說一句 究竟是怎樣做 一個普通茶餐廳 一個侍應 樓面也好 15000元 總成本大概18000元 現在7月30日 2024年申請得來 就在下年的復活之前 就應該到港 究竟程序是怎樣 Stanley是怎樣 18000元是怎樣 15000美金 本身要符合中位數的工資 另外僱主要貼多1000多元 因為僱員都要付1000多元 那裏就加了1000多元 再加上僱主要付幾百元的 醫療院售 又再付400元的政府徵費 所以加起來 就大概貼多2000多元 所以整件事就18000多元內 就是每月的開支 時間呢 時間是怎樣來的呢 現在入市申請 勞工處厲害了 快了 一個多月 有反應給你 可以開始本地招聘 招聘一個月 四個星期 然後再付兩個月時間 給勞工會 再付五個多月 再付五個多月 然後再付兩個多月 的時間 去跟勞工選好那個 做簽證 所以加起來 就八個多九個月內 所以今天7月30日 申請得來的時候 報告勞工就到了 想了解更多的時候 剛剛跟Sanny 做了整個小時的Facebook Live 在那裡了解多一點 有興趣了解多一點 找Sanny Thank you Bye Bye